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辣 今天咱们来做一碗河南会面 说到会面,肯定是每一个漂泊在外河南人的情怀和乡愁 在河南,最火爆的饭馆无疑是会面馆 但是我们怎么做出来一碗家的味道的会面呢 很多人觉得做会面很难,其实非常简单 家的味道嘛,就是简单,淳朴 一碗味道正宗的会面,羊肉汤底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需要羊肉,还需要羊骨来熬制 羊肉的血水比较多,腥伤味比较大 所以先用冷水浸泡再焯水 然后再加足够量的水,小火慢炖两个小时 只需要放葱姜和几粒花椒慢炖即可 过多的调料不仅让汤底的颜色不好看 而且吃不出羊肉鲜美的味道 会面生配的制作更是简单 诀窍就是在面粉里面加一勺盐,三揉三醒 面团揉到位,时间醒到位 拉出来的会面既劲到又不会断裂 如果有高筋面粉最好不过 不过家里的普通面粉也可以 把面团揉成半厘米厚的薄片 再切成小剂子 再把每个小剂子擀成面片 每个面片大概六七十克左右 一般情况下两片面就可以做出一碗会面 可以用筷子在每个面片中间压一下 方便拉面的时候中间可以轻松的撕开 在一个大的容器里面刷一层油 放入整理好的面胚 再均匀的把每一片面胚都刷上油 锁住水分,防止粘连 还可以使拉出来的面更加的光滑劲道 封上保鲜膜,剩下的只需交给时间即可 醒面的时间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这个时候在我们炖了一个小时的羊肉汤里面 加一勺盐和胡椒粉 让肉有一个基本的底位 盖上盖子,炖到羊肉可以轻松扎透为止 捞出来放凉切片 一般灰面馆放羊肉只放两片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可以尽情发挥 既经济又实惠 灰面配菜的搭配,豆腐皮和海带必不可少 也可以加入木耳或者是黄花菜和泡软的粉条 香菜用来点缀和增香 在河南,烩面一般是一碗一碗做出来的 调一个基本的汤底 盐,胡椒粉和鸡汁即可 用炖好的羊肉汤来下面 接下来就是拉烩面 如果你的功夫比较到位 就可以拉住烩面的两头,冰甩便拉伸 如果你功夫不到位 就可以像我这样慢慢的把烩面拉伸 拉到你喜欢的厚度即可 想要再细一点,就从中间撕开 下到羊肉汤里 用筷子拨散防止粘连 然后再下入配菜,煮熟即可 灰面比起普通的面最大的区别就是 既光滑又劲道 即使掌握好方法 比手擀面做起来要简单方便很多 灰面煮熟以后 用羊肉汤把调料碗充开 然后放入灰面 摆入羊肉 点入香菜 滴上香油即可开吃 这就是一碗简单纯朴 原汁原味却鲜美无比的羊肉灰面 一碗下肚全身暖和 吃饱不想加 有了这个味道 漂泊在外也温暖 好啦,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评论 关注我吧 拜拜